尽管难得一见 但是在水面上航行的船只 还是有可能会测翻的 这不免让我想到 同样是开在水里面的潜艇 也有可能会翻嘛 它是比水面上的船只更容易翻呢 还是更不容易翻呢 它是浮在水面上的时候更容易翻 还是潜到水底下更容易翻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术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其实想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得要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们一开始就不容易翻 是啊 不管是潜艇还是船只 保持不翻是最最基础的要求了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秘诀就在于三颗星 重星 扶星和稳星 重星我们经常听说也很好理解 就是一样物体所受重力最集中的重心 可以把它简单的认为 是某样物体最重的地方 如果我们拿一艘船来举例的话 那么它的重心大概是 位于稍稍靠下的一些位置 因为尽管上层建筑看起来很高 但是船上最重的部分 却都是位于船身底部的 那么扶星是什么呢 又位于什么样的地方呢 扶星可以理解为是 扶力作用在这艘船上合力的中心点 阿基米德告诉我们 扶力是由物体排开水的体积所产生的 那么一艘船的扶星位置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就取决于它没在水下的部分 到底长啥样了 当船只还没有东到西外的时候 扶星一般是位于船底和水线中央的位置 在水平方向上正好位于船身正面的 中点落在重心的正下方 和重心一样 两者此时都是穿过了这艘船的 正面的中轴线的 好了该说到稳星是什么 在哪了 它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 我们不妨稍后再来说它 先来看看重心和扶星之间的关系 重心作用力向下想要让船沉下去 而扶星作用力向上想要把船拖起来 船只最终之所以能够浮在水面上 就是因为扶星的位置始终都要比 重心的位置更靠下 如果它跑到中心上面去了的话 那就是潜艇面临的情况了 后面咱们会看到的 先来看对这艘船来说 如果它稍稍发生了一些倾斜之后 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我们先把它转成这样 在目前这种状态下 船的重心位置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还是在原来的地方 但由于船身落在水里面的形状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所以扶星的位置就已经改变了 很显然船身右侧排开的水更多 所以扶星现在又移了 接着好玩的事情就开始了 由于扶星的作用力还是垂直向上 而重心的作用力还是垂直向下 但此时它们并没有位于一条竖直的线上 所以这条假想的线 就会在这样一上一下的作用力下旋转起来 直到被扭回到完全垂直的位置上 伴随着这条线的重心竖直呢 船身也就自然都恢复到了稳定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帆船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呢 就是因为船它靠自己就能够把自己给扶正了 对了顺便补充一句 刚才重力和扶力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矩 就是叫做扶正力矩的 好了讲到这儿会不会有人该提醒我了 怎么稳心还没有讲到啊 如果你有仔细看我之前是怎么转动这艘船的话 就应该已经留意到了 我是将它绕着一个圆心来旋转的 这个圆心就是稳心了 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咱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稳心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稳心指的是船只浮行曲线的曲率中心 由于船只在水面上做小幅度的左右摇摆时 浮行的移动轨迹近似于一段圆弧 所以我们就姑且先这样来认为吧 它就是浮行转动的圆心 那么稳心浮行重心三者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简单点来说就是啊 稳心在上重心在中浮行在下 而且当稳心越是靠上的时候呢 船只在倾斜后扶震的力壁就越长 力矩也就越大 越能够更快地扶震 当稳心位置越是靠下时 扶震力壁越短 力矩越小 越慢地将自己扶震 而如果稳心位于重心的下方了呢 那船就必翻无疑了 船只在设计之初呢 就是要仔细地考虑如何分布这三颗星的位置 因为它跟很多因素都是有关系的 比如船身的形状 船身底部的形状 仓式的配置 舰角的高度 载重的分配和限制等等 我要是再往下继续讲下去的话 就肯定要露馅了 所以我就打住了 欢迎专业人士来补充 所以你看 只要按照规定操作 船哪怕是把你晃得再不舒服呢 也是不容易翻的 这点请放心 但是我们人类就是喜欢追求舒适性啊 要是邮轮也像这样 止不住的左摇右摇 你还愿意套钱出来找掠寿吗 不会嘛 所以通常船只都会采用被动 或者主动的稳定系统来减少摇晃 最常见也是最便宜的被动式方案 就是装在船身侧面与底部之间的比龙骨了 它像是从中间毫无理由的突出来的一块东西 但是却能够在船身左右摇晃时产生湍流 而湍流的力正好与船身摇晃的方向相反 所以能够起到抑制船身进一步摇晃的趋势 与之类似的呢 还有被动式减摇旗 也是在船身底部伸出来一片像鱼鳍的东西 靠同样的原理来稳定船只 当然说被动式 那肯定就有主动式了 由于空间和价格因素呢 它们通常只被安装在大型的船只身上 主动式减摇旗 在不用的时候会藏在船身内部 到了该出手时就会像翅膀一样伸出来 而且呢 还的确是跟飞机翅膀上的操纵面一样 能够对船只的滚动进行调整 另一种主动式的稳定系统叫做减摇水舱 它通过在船身左右两侧设置连通的水舱 并控制它们的页面水平 来达到将颠簸靠重力硬压下去的目的 有一种玩敲敲板作弊的感觉 于是不管是被动式还是主动式 加了它们的邮轮坐起来呢 才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嘛 那么说了半天 在潜艇上情况又会怎样呢 其实当它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呢 几乎跟船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浮心在下 纵心在中 稳心在上 当然潜艇的稳心 不太可能设计的太靠上 再加上它的水线面 面积天然就比较小 所能够提供的惯性局呢 就比较小 所以稳定性自然是比船差了一些 这就回答了我们一开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既然连船都是有可能会翻的 那么比船的稳定性还差的潜艇 肯定也是有翻船 不应该是翻艇的风险了 尤其是大风大浪来袭的时候呢 它比船只还要危险 等等 但是呢人家会下潜啊 当潜艇下潜时 水线开始注水 所以重心的位置也就开始降低 而浮心的位置则在排水量的增加下 开始上升 最终一下一上 两者换了一个位置 变成了重心在下 浮心在上了 而且随着潜艇完全被没入水中 这排开水的形状是怎么也变不了了 所以浮心的位置 最终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从这张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它的位置几乎已经跟稳心的位置重合了 顺便一起来看看 当潜艇下潜时 这三者之间的变化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水下的潜艇究竟容不容易翻呢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把它旋转一下 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 由于重心位置靠下 在重力的重下 潜艇还是非常容易的就把自己给转正了 再加上水下的环境相对于水面 会平静上许多 所以要不是被鱼雷击中的话 它翻滚的概率应该是要远低于在水面上的时候 你看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于是也就有了 哎 看来还是挺容易解释的嘛 可为什么我做起来就那么难呢 我的潜艇怎么就忍不住的要自己翻滚呢 唉 算了 有空我再升级一下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这架土耳其航空的波音737-800正在降落 可能是受到了什么影响 它的头翘的稍微高了一点 于是机尾差一点就触地了 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所以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了解几个 你可能不知道的隐藏在飞机上面的小秘密 这个东西叫做尾锹 它就是为了防止科技插尾的 现代科技有多容易插尾呢 你看 这是一架波音747的模型 它的起落架设计呢 是这样的三点式的 前起落架位于机头部分 后起落架位于机下方的机腹部分 机尾的地方呢 则是空空如也的 其实这样的布局啊 不光只出现在波音747上面 其他现代科技商呢 也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而它就几乎注定了一种可能 插尾 你想过没有啊 飞机在起飞时 其实是像一个翘翘板的 当它在跑道上获得足够的速度后呢 必须要拉高机头 才能把自己抬离地面嘛 但是由于后起落架 此时还处在地面上 所以科技的机身呢 就只能以它为支点向上翘起 头是翘起来了 但是尾巴却被压下去了 稍不注意啊 就会直接被压到地面上呢 而且由于这个翘翘板 身子长腿却很短 留给飞行员拉起机头的角度呢 就十分有限了 真的是相当考验它们的业务水平啊 尽管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但偶尔还是会因为 对飞机重心的错误计算 对飞机重量的错误判断 对静翼设置的不当和 过快的台轮速率等等 啪的一下就把尾巴给插到了 另一种情况呢 就是发生在降落阶段了 要是着陆时空数过大 高度过高 或者突然就受到了一阵侧风的影响呢 就比较容易插尾了 还有的就是突然要做出复飞的决定 而导致推力和仰角不当的话 也会是这个结果 我们在一开头看到的那段画面呢 就是这种情况 哎 你看它明明在已经出地后呢 又复飞了 好吧 既然插尾很难避免 那它带来的后果严重吗 哎 很严重啊 迄今为止 世界上单机死伤人数最多的空难 日航123航班事故呢 就是由于在一次飞机插尾后 没有正常维修 从而在7年后 导致了整个尾翼在飞行中脱落所造成的 另一个著名的空难 华航澎湖空难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 1980年2月7日 这架747在香港机场起飞时 由于仰角过大插上了尾部 但是机物在事后 却并没有按照标准流程进行修复 导致该机在此后的20多年飞行过程中 不断的积累金属疲劳 最终在2002年5月25日的一次飞行当中 以空中解体的灾难宣告终结 所以减少插尾事故的发生 一直以来都是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 相当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他们从软件和硬件上都做出了努力 先说软件上的 它就是集成在飞行控制系统里面的 插尾保护系统了 该系统会结合飞机的中心 载核机场机向条件等等 连续读取起飞时滑跑的关键参数 并通过传感器来实施 不获机尾相对于跑道的距离和接近率 一旦判断出有插尾的可能性的话 它就会向飞控系统发出信号 来限制水平尾翼的动作 阻止飞机进一步抬头 好 再说说硬件上的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尾翘了 它的思路是 如果插尾无法避免 那我至少也能让这个稍微突出机身的尾翘 来吸收掉一部分的冲击嘛 所以尾翘的外景呢 就像是一块裹着金属蒙皮的浮板 在它用来撞击磨损的地方 是没有任何液压或者是电路系统的 就相当于是一块没有神经的外骨骼一样 它们有的是固定不动的 有的是可以随着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收放的 有的甚至就是一个小轮子 但即便是这样 它的控制结构呢 也必须要远离机体 总之在客机的整体设计当中呢 尾翘部分是必须要位于增压舱的结构之外的 说白了 它就是拿来牺牲的 此时我们应该给它送上掌声啊 可是有了尾翘就真的能够带出所有的烦恼吗 哈哈并不会啊 一时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呢 可能发生差尾的位置是不同的 能够防止起飞差尾的尾翘呢 也许根本防不了降落时的差尾 而能够防止降落时差尾的尾翘呢 又可能对起飞时一无是处 难道非要抓两个吗 尽管有的机型商呢 的确是双尾翘 但这样做显然比较笨嘛 第二个原因是啊 现在很流行家常版嘛 很多机型都有其家常的型号 比如空客320呢 就有从A319到A321的版本 波音777就有212和312的版本 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啊 就是后者被拉长了 你想啊 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更长的机身是不是意味着更容易插位呢 如果短机身都已经要用尾翘来防止擦尾了 那么长机身该拿什么防呢 他就可以拿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个硬件来防了啊 它跟前面一个尾翘采用的被动防护是不一样的 它是个主动防护 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这家波音747受到腿短的影响 在起飞时呢 只能把头抬这么高 那么 要是把他的腿夹长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但是腿太长根本就收不回机舱嘛 而且就算是现在这样 飞机制造商还恨不得要把起落架做的更小更短呢 因为那样就可以省出更多的机翼空间来装燃料嘛 把飞机的航程变长卖的自然也就更好了 所以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半摇臂式起落架就应运而生了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硬件了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在这个多轮小车式的起落架上呢 水平的轮子是可以在液压杆的作用下左右晃动的 它可以起到一个收缩减震的作用 但是呢 同样 这个小车架的位置是可以被液压杆锁死的 所以我们在起飞滑跑时配合抬头动作 将起落架后面的轮子往下顶 等于就是变相增加了起落架的长度嘛 从而可以让飞机在不插尾的情况下呢 抬到更大的银角 缩短了起飞距离 类似于一个蹬腿的动作 同样 在降落过程中呢 也可以将后轮放到下面 让它先出地 为机身争取更多的离地间隙 从而避免插尾 好了 在这样的软硬结合之后呢 疗效自然就更好了 飞机出现插尾事故的可能性呢 也是越降越低了 如今我们能够安全出行 它们功不可没 我是火箭叔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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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